台股創兩年半新高 法輪料年底登上9000點 台股在五都選後氣勢如紅 連漲4天 昨天盤中一度突破8600點 衝上8641點 市欄尾盤僅漲65點 以8585點做收 仍創下兩年半的新高 法輪表示成交量已放大到1700多億 有量比價先行的上工未到 行政院副院長兼國安基金主委陳聰 昨天在立院備詢時說 台灣基本面良好 對台股今明年行情樂觀看待 他也強調國安基金雖然賣光持股 但仍有存在的必要 台股這兩天由金融國里均 漲到8585點 法輪表示在上升趨勢線與季線的雙重支撐下 指數渴望在年底前挑戰9000點 昨天激烈的股王爭霸戰也為大盤增添不少買氣 宏達店在今年下半年搶架股王寶座後 一直居領先地位 沒講到新股作合及企直追 昨天他最高漲到887元 差點追過股王 幸好在外資大買宏達店加持下 宏達店才有馬力衝上905元 維持住股王寶座 專家建議投資人布局不要追高 現在來看的話 其實金融股表現比較巧適的 就是在關股的部分 另外的存在股的部分 其實基級相對比較低的是在鋼鐵 預計下一季大概會出現 所謂報價產生的一個現象 鋼鐵股來講 應該是有機會 在實際行情的一個帶動之下 出現比較強大的一個走勢 動新聞台北報導 多謝